大家好我是旭哥不卡安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是獵人英雄 好旭哥今天來分享這遊戲 最爽的轉蛋300抽 那開局旭哥就拿到這個 好用的最強的拓荒神裝 直接加88.88%的攻擊力 然後攻擊增加率也增加很多 還有這個好用的藍色夾克 HP增加很多還有增加攻擊力 最強的拓荒神裝的這個免費入手 再加上這個最爽的轉蛋 還有這個遊戲的最強的禮包福利 那有些禮包福利都是免費的 好都會分享給他這個最爽的攻略 好還沒訂閱頻道呢 記得訂閱頻道 隨時觀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頻道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嘛 禮品嘛 對話嘛 遊戲的虛寶 需要都是獨家最新 好那麼進入遊戲 那開局呢 就會有很多的這個故事 比較漫畫風的還不錯 可以慢慢看一下這個故事的劇情 美拜 看一下 有點卡曼風的風格 蠻可愛的 玩法其實還不錯 蠻輕鬆的 開局就轉直啊 那麼屌 那一樣就是這種放置型的玩法 就跟旭哥最近玩的什麼打達騎士團那些遊戲很像 就是一樣就是放什麼狂戰士養成女武神養成這種 強化 放個技能進去 放個技能進去 仰起來囉 那可以自動開技能 哦這個招式很帥耶 大家有看到嗎 剛剛那個 直接秒怪啊 帥啊 好 然後就升級了 我們直接衝到這個 哦 9級了 最速練功啊 然後打BOSS一樣 其實真的很像啊 這個為什麼這種手遊還蠻流行的 虛哥也是想不通 可能是因為他蠻輕鬆的吧 就是像 打達騎士團啊 像什麼史萊姆養成什麼 欸 狂戰士養成女武神養成啊 什麼月兔養成 這些虛哥都有玩啦 其實就是很輕鬆啦 那你說要什麼可玩性的話呢 就 倒也沒有 但是就可以無腦這樣輕鬆按這樣 有沒有 反正 反正都 不太會影響到太多 因為他是一個很輕鬆的那種方式 你可以自己想要按照什麼自己方式玩都可以 然後就大幅的提升戰力這樣 有沒有開局就是那麼輕鬆啊 那怪也是可以秒的很快 好 真的是還不錯啦 蠻爽的 然後BOSS記得自己去挑戰一下 大概招式還不錯的話 放一放他就掛了 好 那我們接下來抽轉蛋了 好 直接來抽個30抽 那抽轉蛋介面也非常的像 一次都是抽非常多這樣 好 虛哥再抽30抽給大家看 有沒有 沒有就是這樣一次抽很多抽啊 跟完打了其實很像 然後抽完應該會有這個獎勵吧 我們還有10年的召喚 直接抽了100抽了 爽 然後抽了100多抽 開局就只100多抽 會有這個獎勵可以拿 就是你的這個 轉蛋池他會進化這樣 然後就把武器裝上去 OK了 裝一下 喔這攻擊力增加那麼多 裝這個好了 攻擊力增加64% 這邊還可以一鍵合成 就是這麼簡單 然後再把它強化 有沒有開局就是這樣爽爽玩啊 那這種遊戲通常就是會一直抽轉蛋 然後一直強化一直這樣 就是無止境的這個loop下去 所以算是蠻輕鬆的啦 沒有這個輕掛也其實很快 還是要成長 那什麼可以點 能力養一下 攻擊力啊什麼的 點高一點 暴擊 暴擊傷害 直接可以點100 喔那麼狂 有沒有最快速養成啊 最速充能力值真的爽啊 然後一樣打BOSS 我們看這次BOSS會不會秒 也可以也可以秒BOSS 直接秒掉了 我們的戰力果然大幅提升很多 輕鬆秒BOSS 最強的禮包福利啊 最強的禮包福利啊 我們首先點畫面右上角的這個商店 商店裡面呢就有很多禮包啊 那你可以透過這個去換 比如說換這個轉蛋券啊 換什麼的 那有這個課金的話呢有這個 Happy Day啊這些可以換這樣 然後有一些特殊的 那還有重點是他有一些是可以就比如說啊 不要看廣告啊或是什麼的 一些福利啊 裝備啊 開服紀念這種 這比較輕鬆的禮包這樣 那你也可以選擇就是看廣告 看廣告也可以每天就是看之後就可以拿到很多好東西 比如說像寶石鑽石嘛 可以拿到大量的這個入場券 透過看廣告就是無客玩家的話可以透過這個福利就是 看廣告來領取這些獎勵 像抽轉蛋也可以 這些這個活動 那這個簽到活動很重要 有這個大量的轉蛋券 然後大量的鑽石啊 狂戰士的召喚券 然後劍聖召喚券 還有這個服裝 非常棒 開局就可以拿到很多好用的神裝 那獵人任務呢 這邊有大量的鑽石啊 這些福利 那還有這個像是開心活動啊 這些 那很多禮包 那最重要是你可以點一些免費的 免費的還不錯 那記得簽到也每天都要來簽在畫面右上角 有大量的鑽石 然後你可以看廣告再拿鑽石這樣 所以禮包福利通常都是伴隨的 就是你可以看廣告來取得這樣 好大致上是這樣 玩法都很像啊 都是這樣 好那我們就來抽一抽吧 既然有轉蛋有轉蛋券 我們就抽 好一樣這一次呢 抽到了這個 嗯 藍色的 藍莊 藍莊啊 好來抽一下 有沒有 抽轉蛋就是爽啊 好那我們接下來抽一下這個鎧甲啦 你可以抽這個裝備啊抽鎧甲 那鎧甲再抽個30抽好了 抽起來 最爽的轉蛋啊 虛哥今天已經不知道抽了多少抽啦 一直狂抽啊 抽到爽 好再來個10連 這一次有一個兩個藍莊 好那我們再來拼這個神莊啊 好最後就以這個轉蛋呢 來收藏啊 把轉蛋抽一抽 看能不能拼到神莊 好那今天攻略就分享到這邊啊 這個最爽的轉蛋 最爽的福利 200多抽嘛 那開局很多的福利啊 其實是款不錯的小遊戲 好最爽的福利 最爽的攻略都在虛哥頻道 那大家記得訂閱虛哥的頻道 看虛哥手遊攻略 好那我們下一集攻略見了